教育新聞首先要為您報導 明年的大學繁星推薦名額 創下歷史新高 總共有8500多名 比今年增加了將近1000人 而外界最注意的就是 台大醫學系跟成大醫學系 首度提供各兩個繁星名額 台大表示為了配合12年國教政策 台大醫學系沒有理由不提供名額 但是台大同時也說 到時候如果同分比序的名額太多 恐怕將會排擠到台大醫學系 只考登記分發的名額 為了讓偏鄉弱勢的學生 也能經由繁星推薦上大學 教育部要求國立大學提供繁星推薦的名額 必須佔招生總名額的一成 101學年度繁星推薦名額 總共有850075名 創下了歷史新高 將今年100學年增加了926名 由於不少學校研究發現 繁星錄取的學生 在課業表現上完全不遜色 交大中大清大一口氣把繁星推薦名額提高到15% 台大也首度提高到一成 台大醫學系跟成大醫學系也首度提供各兩個名額 提供兩個名額 有10個人同分的話 譬如說我們台大要的學生 我們也樂於接受 沒有理由不接受 這名額都在編制內的名額 我原來提供兩個 多了18個 我的考試分話要減掉 那是不是對另外一個考試分話的同學不公平 我想我們可能要再評估一下 台大表示 雖然校內對於最具指標性的醫學系 是否釋出繁星推薦名額有不同的意見 不過為了配合十二年國教政策 讓偏鄉學生也有機會讀台大 不僅提供醫學系的名額 其他熱門科系的繁星推薦名額也增加了 不過對於以台大醫學系為第一志願的學生來說 有點擔心會造成排擠效應 如果要想要拚醫學系的話 主要是要在指考上努力 因為學測的學測75級還是有被刷掉很多人 如果他這樣會擠壓到指考名額 那可能就是變相鼓勵說 希望大家好好準備學測 然後跟就是不要注重在學業發展上 跟然後去多發展一些 就是在高中這的時候 多發展一些其他的東西 台大表示由於醫學系 是首度釋出繁星推薦名額 按照現行的申請制度 由明星高中學生錄取的機率並不高 但會不會有同樣75級分 各科成績比序又完全相同的學生 他們也不確定 但如果出現類似的狀況 學校就會就申請的方式再做調整 記得陳舒均 許啟豐 台北報導